新年鄉公所在各部落舉辦了部落的捕魚祭 今年鄉公所輔導各部落制製辦理 推動文化傳承 鄉長合理台也和豬人們共同參加 成功捕捉魚獲有28台金 和豬人們分享豐收的喜悅 先敘事 發揮部落互助合作精神 傳承傳統基於魚祭文化 新年鄉公所特別安排各部落進行捕魚祭的活動 各部落頭目 勇士 親戚們 並且在6月8號上午6點 期待漁網前往捕魚 相當合理台也特別與豬人們共同參與 成功捕捉魚獲28台金 與豬人們分享豐收的喜悅 今天來都是部落最厲害 最會撒網的 我們的年輕人 大家拿出最好的這個成績好不好 好不好 尤其今天這個主人都在等著各位抓魚回去 這個男孩子抓完魚之後 回去是誰殺魚啊 男孩子也可以幫忙殺 男女都一起合作好不好 好 然後在部落裡面分配經營 好不好 好 把這個魚弄得乾乾淨淨的 讓主人跟我們分享 這個年年有魚啊 這計畫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讓我們的主人啊 怎麼樣 天天都有魚吃 天天都有飯吃的意思 所以今天的這個五語記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要除了要秉持著我們過去的這個 援助我們阿美族的這個傳統文化以外 我們也要謝謝布農族 大陸各族 跟我們阿美族共同 來呢 這個傳承我們這個 阿美族的這個文化 以及尊重 因此新城鄉多元族群文化融合性 補儀劑活動也並非只有原住民族 和阿美族才可以參與 各部落扮演的補儀劑 社區列的鄉信 皆可以前往體驗原住民文化 隨著這幾年的推動 參加部落活動的親戚們夥伴 也越來越多了 展現文化傳承的成果 更展現出新城鄉是多元族群融合的 幸福之鄉 接著就有新城鄉的報導